昨天央视上网频道发布消息将于1月22日至26日播出5集励志纪录片加油男孩 而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即是少年偶像组合TFBOYS 央视台大凭你是什么大派明星还不时争着上春晚义务表演 但是专门给偶像组合制作纪录片恐怕还是头一遭 我的不感叹厉害了我的TFBOYS 而官方对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为 偶像与粉丝共成长传播无限正能量 到底他们是如何从三个普通的邻家男孩成为万众瞩目的少年偶像呢 是什么样的时代和机遇给予了他们今天的成就呢 对于这个时代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又给予了这个时代什么呢 可见央视仍是以伪光正的主流立场树立青少年正面形象 同时关注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TFBOYS作为屈指可数的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偶像 一直以来非常小心谨慎 人气高涨的同时没有负面新闻 三个男孩子始终维持着成人眼中好孩子的形象 要是上儿频道 想要通过他们的广泛传播平台 对全国男孩子起到降化作用 这种健康又有群众观的典型 怎能不用你呢